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施木炸动物园黑猩猩沙利10日下午逃狱翻出栅栏,跑进游客洞线,下到现场民众动物园稍早表示,园内9只黑猩猩在短期内都不会出来见客。 中央社报道,原方研判沙利是爬上榕树或枪树等只条垂降较低的植物离开展场,当时接过通报,立即派人到场处理,沙利见到保育员,受医后,自行攀附植物回到展场。 动物园副研究员吴宜兴表示,事件发生后,9只黑猩猩短期内都不会出来见客,后续将检查户外展场的设施、设备确保安全后才会再让黑猩猩出来见客。 吴宜兴说,35岁的沙利相当于人类87。 5岁,在民国76年入驻台北市立动物园,算是元老级,因此对展场相当熟悉。 事件发生后,初步检查沙利并没有伤口,后续会再做完整检查。